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4月21日星期三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昨天 美國眾議院就以壓倒性的票數 通過了第130號決議案 這條決議案就是關於 譴責中國和香港政府 繼續侵犯香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 第二宗消息 美國打算在科技層面 繼續向中國進行極限施壓 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建議 要擴大對中國的半導體設備出口限制 美國就打算連次一級的DUV光刻機都不准出口到中國 若然成事的話 三星在中國開設的工廠 極有可能是受到波及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眾議院昨天通過的130號決議案 詳細內容是說什麼 這條議案就呼籲 中國和香港政府 要釋放 因為港區國安法 而被捕的 香港民主人士 並且 鼓勵美國總統 國務院 財政部 和其他的合作夥伴 幫助香港人得到保護 而且又支持 在國際法庭對大陸政府 不遵守中英聯合聲明法律的承諾 提出訴訟 另外又會繼續對中國和 香港政府的官員 實施制裁 並且要和盟友合作 以確保制裁的執行是多邊性質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就說 在美國國會 香港的民主 一直都獲得 兩黨和兩院支持 他還說 美國將會聚焦於 追究中國的責任 並且支持香港維護法治和言論自由 實際上 這個130號決議案 表態多於實際 因為在這條決議案中所提到的內容 全部都不新鮮 全部都是翻炒的 而且也沒有提到一些 很實在和具體的措施 不過儘管這樣也好 仍然會有很多燈粉 是會收貨的 繼續會對拜登吹捧一番 不過我真的做不出 有部份香港人相當關注 究竟 救生艇法案 何時會獲得通過 因為這條法案中所提到的東西 才是具體而真實 反之 昨天眾議院大比數通過的130號決議案 就是抽象而模糊 只是說一些聲援的說話而已 但是香港人過去兩三年都聽不少 聽都聽得厭 三不五時 就走出來說跟香港人同行 說是沒用的 實際上究竟 何時會為香港人打開到大門 使得 香港人真正能夠入得到美國那裏定居 這樣就可以同行 但是要具體落實才行 所以那條法案 才是重要的 這些法案 不是說不重要的 純粹就是流於一種表態形式 你說這些法案幫不幫得到香港人呢 當然幫不了 呼籲、鼓勵、支持 這些 也是這樣 但是我就不吹捧了 不過有些人會很努力吹捧 另外我們又看看這條議案 表決的情況是怎樣 418票贊成 一票反對 究竟投反對票的是誰呢? 他是Thomas Massey 托馬斯馬西 名字真是壞人 他是共和黨成員 來自肯塔基州的選區 他也參加了茶黨運動 在外交政策上主張 不干預別國的內部事務 故此 他的反對就是慣性反對 凡是提親外國的政治的議案 他也是反對的 無論在19年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他也反對 榮爾人權政策法 他也反對 而且 很多都是投唯一的反對票 制裁俄羅斯 反對 制裁朝鮮 反對 制裁伊朗 反對 總之 他就是做一個 慣性的反對派 凡是牽涉到 外國政治的議案 就投反對票 所以 這票的反對票 絕對不是 特區政府的8400萬 正在發揮作用 因為就算沒有人 去做任何政治遊說 這個 托馬斯馬西 他也是反對的 到底那8400萬 是發揮了什麼作用呢 是有 還是沒有呢 立法會是不是應該做一下把關的工作呢 現在全部都是建制派 已經是 大展新手的好機會了 應該要監督一下 是不是應該這樣花錢呢 建制派要做事了 不是被人說是忠誠的廢物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第二單的消息 美國打算重錘出擊 繼續在科技層面 對中國進行極限施壓 根據 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 所提出的建議 他們就說 應該擴大對中國的半導體設備的出口限制 在目前來說 大陸的科技企業 已經買不到 最頂尖的 EUV光刻機設備 只能夠購買 次一等的 DUV光刻機 但是 現在美國方面就建議 連DUV的設備 都不要出口到中國 這兩款的光刻機到底有什麼區別呢 較早前 中芯國際 不是說 從荷蘭方面 是買到一部光刻機的 當時 引來了很大控洞 很多人都問 為什麼荷蘭會賣光刻機給大陸呢? 不是說禁了嗎? 那麼荷蘭的艾斯摩爾公司就說 賣給大陸那一部 不是說 最頂尖的EUV光刻機 是老機器來的 叫做DUV的光刻機 那一部光刻機能夠使得 中芯國際 將產能 擴充到14至40納米的成熟製程 那麼有什麼作用呢? 就可以支援到5G 和WiFi 6E等通訊技術的 龐大需求 那麼現在 美國的建議 正正就是 連這些老舊機器 都不能夠 出口到中國 到時 就不單止大陸的企業 受到波及 目前 外資企業在中國設工廠 都會受到波及 其中兩間 就是韓國的三星電子 以及SK海力士 三星在西安 就有兩家工廠 專門生產半導體產品 另外SK海力士 在毛石 也有兩家工廠 生產10納米製程的半導體 四家工廠全部都是用 這些次一級的老舊DUV光刻機 今年原本就打算引進其他設備 當然如果他們是趕得切的話 那就引進到了 如果趕不切 給美國方面 取閘 他就算買到 都不能輸出去中國 至於 台積電方面 是怎樣 他們就宣稱 持續的貿易緊張局勢 和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可能會導致關鍵設備的價格上漲 甚至 取不到貨 他們還說 目前是依靠美國供應商的設備 來進行生產 貿易的緊張局勢 也可能會阻止 他們獲取生產所需的原材料 從而打擊他們的營運 但是我相信 台積電會受到影響的機會 是很低的 雖然台積電在南京也設有工廠 但是由頭到尾 他們最先進的技術 和生產設備 全部都是放在台灣 而且台積電 早就已經選好邊站 在特朗普還在執政的時期 台積電已經宣佈了 會投資巨額 在阿里桑拿州的樹 設廠 而且 最近他們也公佈了一系列的大計 蓄資很多錢 在不同地方設廠 偏偏沒有中國份 而且南京廠雖然確見 不過 現在他們打算 放棄在南京那處生產 7納米製程的 半導體 改回是用28製程 所以在技術上來說 是一種倒退 可以反映到 台積電對大陸 很有戒心 尤其是 上星期 發生了所謂天津騰飛的事件 被美國方面指控 說這家企業是具有軍方背景的 台積電也馬上停止了跟這家天津騰飛的合作 所以台積電和美國政府都相當合作 我不認為台積電會受到很大的波及 反而韓國的半導體企業 比如說三星 就更嚴重 因為 他們的客戶 大部分 都是來自中國的 當台積電是向美國方面靠攏的時候 而韓國的三星或者 SK 他們不能夠打入美國的市場 他們的定位就很尷尬了 因為美國會進一步打擊 大陸的設備進口 如果他們的工廠設在中國 連他們都會被連帶打擊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